葡萄酒偉然成風,全香港近十年都成為品酒專家 你為何迷信於Chateau Lafayette 我經常說出來,笑死人不用本 你管他三萬元還是三百元,你覺得好喝,那瓶味就是好的紅酒 抽水抽到什麼地步呢?有一個前TVB主播王大軍 不知道他當日是否想捍衛地球的人,或是捍衛正義 他接下來會出一本書,叫《戀上葡萄酒》 我覺得這本書也好,是人也可以的,誰寫都可以 你要拆了紅帝君的名字,變成孫柏文又可以,變成潘碧雲又可以 我本來都沒有興趣買他本書 我就覺得你為什麼要看他寫書呢? 為什麼呢?他就說,有一個很經典的 有一次有個攝影師結婚,他就被一班姊妹砍了他 其中有個姊妹是肥妹來嫁,之後他不斷抱著我 所以我之後都不敢讓自己再喝大了 你看這段,我覺得那種對女性的侮辱簡直是日於言表 那種對自己的外貌,那種尖尖自喜 我相信他相當自戀的一個人,雖然我不認識他 也不太知道他的樣子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人要不要這樣 因為你出書,自然的人會問他 哎呀,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喝葡萄酒啊? 我以前喜歡喝啤酒啊,又不知怎樣 直至有個叔叔請他吃飯,喝了人生第一口 八二年辣菲,從此轉頭葡萄酒的懷抱 有沒有這麼虛榮? 喝八二辣菲,就馬上轉葡萄酒 好啦,都不要緊了,他又說了一大輪廢話而已 人人都喜歡Story 而是你這個Story,真的很差 哎呀,有個肥妹抱著他,從此不再喝醉 你就知道這個人的保守法,你知道喝酒的態度要多開放 你才知道什麼叫做好,什麼叫做不好 哪個適合自己,這個世界是沒有絕對的 本來都不打算買,在我眼前都不打算看